一開始決定從就是唱歌到演戲這樣子 是怎麼會突然想要這樣子 其實很早開始我是演戲 我在訓練班我是演歌舞劇 歌舞劇以後我是在演偶像劇 偶像劇之後回馬來西亞才做組合 我之前有經歷過一些合約的問題 那組合的步調慢得下來 我才可以回到自己演戲的這方向 你是在這場成果劇 我一直不敢面對過去 如果我不勇敢 誰可以陪我堅強 阿倩 車都能走 你有什麼不行的 我要回去比賽了 我覺得上奧哥是一個很有溫度的前輩 就是在工作上跟私下生活 他都會照顧到對方 我太太一直都講說 我很有長輩緣 無論是說像 像 我私下生活 因為我很喜歡登山 如果你有去過登山 你就知道登山很多都是長輩 然後都很習慣說早安 那說完早安 其實我是那種可以坐下來 跟長輩在長凳聊天的人 然後他們就會 你是馬來西亞來的喔 那你馬來西亞是怎麼樣 我就會表演馬來西亞槍言 他就會很開心 你出道這麼久 你現在去參加各種場合 你還需要就做心理建設 有我坦白講我那時候台北電影節的時候 我是最不自在的有一次 我緊張是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時候在尊重 我就為了一個電影角色我在尊重 然後有點胖 我不懂得怎麼去面對鏡頭 怎麼去笑 怎麼去拍照 我那個時候是有一點點就是覺得 嗯 自己在一個很不好的狀態 雖然說是為了角色 但是你還是會不喜歡自己的身形 走人家講什麼走山之類的 對 變得不一樣這樣 對 但現在就很坦然接受 因為就是為了工作 以前可能你是偶像演戲的時候 大家都會幫你把東西都準備好啊 什麼 因為現在演員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 比較沒有像以前偶像團體的時候 那麼被服事 我知道 我不會有不適應是因為我的團隊 其實像我經濟 我老闆是十幾年 從我十七歲開始 我就跟他到現在 我們從來都沒有變過 我們只有變好 看我老闆他自己都當導演 復度青年 他就是導演 我超期待這個 對 你看大家也在變啊 我就變成一位演員嘛 坦白說以前 因為我是從雙人組合出道 那時候是被傳統的唱片公司給教育 你該要有的一些包袱應該要有 可是後來我當演員 我開始覺得演員最重要的是生活感 這個生活感就是你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 你都要去感受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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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